是的 南台湾现在正受到美与封面的这个影响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仍旧在恒春的市区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个雨跟风势呢 是一阵一阵的 有的时候很大 有的时候很小 而且是强降的状态 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雨呢 虽然呢 在没有很大的时候 汽机车经过的时候还是会溅起这个小小的水花 一样也是会很危险哦 那么其实气象专家就说了 这一波美与季节呢 将会在台湾这里停留大概三天 那么影响的地区呢 就是在东南部 也就是说其实在嘉义以南这里呢 都会出现超大豪雨的情形 那么今天呢 因为也是警报刚解除的第一天 但是民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波封面呢 其实带来 会带来丰沛的雨量 而这个恒春的消防队呢 就怕会有 未来三天可能恒春地区会有淹水的情形 所以也出动了小货卡 上面有载着这个橡皮艇 只要如果到时候民众有纾困 需要纾困的话就可以出动这个橡皮艇来进行救援 那么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来自恒春的讯息主播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